來到南島市保健師部署 可以看到外面已經有去安保住 當時也大出公告 因為配合來建保 新一代保健師組成系統換室 所以全關到保健師部署 由28號的保護點開始 一直到立委齊施 全部天氣修理新辦保健師業務 雖然29號也連是上班禮 但是要去電腦系統沒辦法穩住 所以南島管政府也要簽名就 那一天就不要到保健師部署辦理業務 他要白早一天 為了配合內政部新一代 護一證支信系統的更新 本縣各鄉鎮市護證事務所 從1月28號的下午5點 到2月4號的下午4點 暫停受理申辦護證業務 29號那一天 因為電腦系統無法運作 所以護證事務所當天只有受理 身分證掛施的服務 難道管政府服務業 民眾要申請任何護鎮政業務 一定要在28號的5點進行辦理完成 可是有安排要出國的民眾 想要辦理頭一道 申請普通護照 請辦任何客人服務 也必須要在電腦組織系統 換行進行來辦理 民眾如果要辦理首次申請普通護照 人別確認的服務 請民眾提早在28日以前到護證事務所辦理 或是親自到外交部的領事事務局 或領事事務局的各地的辦事處去申請 當時因為現在結婚是採用定義制 若是想要選擇在過年期間辦理結婚定義的身郎 也一定要在28號進行 向護證事務所 既定定義是在哪一天結婚 民眾如果選擇在除夕或春節期間結婚 因為護證事務所無法受理一約的申請 請民眾也提前在1月28日以前到護證事務所辦理結婚日的指定登記 南道管政府表示 民眾如果要跟著辦理服務家 就一定要在28號前辦理完成 如果沒有就要等到立委的成功 新一台服務家組織系統開始可以擁有 再等辦理各行業務 記者 紹介 採用報導